新聞線外 Offline News 我是Digitize電視報召集人王軍藝 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出手越來越重 即日前美國要求Google的GMS 不得再支援華為手機 一舉讓華為2019年營收大幅短掃月盡120億美元之後 美國商務部也已經宣布 任何採用美國半導體設備生產華為晶片的業者 都需要先向美國提出申請後才能再供貨給華為 而一旦限制令正式生效 除了華為將因此遭受到更大的生存威脅之外 對全球的供應鏈也將造成更大的影響 向最近市場高度關注 台積電後續營運恐嚇受到什麼樣的衝擊 就是最明顯的案例 美國對華為制裁這件事情 從外界來看其實相當的容易混淆失焦 美國以捍衛國家安全為由封殺華為 或許失出有名 但是單純的從現有產業鏈技的利益者的角度來看 前幾段美國產業其實並沒有得到任何的實質好處 我們舉例來說 美國禁止採用華為的5G設備 或許限制了半導體產業供貨給華為 但是當中收回的 其實是像包括瑞典的愛立信 芬蘭的Nokia 以及南韓三星等業者 跟美國的職業關聯性並不大呀 另外從半導體角度比較 雖然美國意志還是半導體的壯大 或許有利於像Intel 高通 Skywalks 甚至蘋果等業者因為轉單效應出現而受惠 但是從此次華為旗艦手機M30的物料清單來看 華為為了要降低對美國的依賴性而積極調整零組件供應商的結果 讓這款手機轉採用中國製造的零組件 合計金額已到了77美元 另外向美國跟南韓零組件業者的採購金額 則分別為68跟61美元 美國零組件業者的價值大概只剩下3美元左右 反而成為最直接的受害者 還有美國因為美國的防堵 讓華為在大陸以外地區的手機銷售動能因此放緩 但是取而代之的仍然是像大陸的像小米 OPPO等業者 蘋果並非直接的受惠廠家 舉例來說 今年第一季全球智慧型手機出貨量達2.76億支 年衰退率為11.7% 但是小米的手機出貨在西歐市場卻逆勢提升 成長幅度高達近79% 顯見即便華為中招 但揭竿其意 而起的仍然會是中國的廠商 跟美國並無直接的關聯 那麼美國持續拿華為開刀 最終將演變成什麼樣的情況呢 我們可以推測 情境可能有下列幾項 第一 美國強硬到底 中國同步提出反制 雙方堅持不下 第二 美國以戰逼合的戰略奏效 華為開放5G授權 賠款了事 同意中國向美方釋出更多的善意跟優惠 第三 美國因為經濟與企業同樣受到衝擊 因此而放緩對中國跟華為的防堵力道 政策轉向雙方合作互惠的方向前進 但是從產業跟製造體系的發展來看 無論局勢怎麼樣的演變 可預期的是這件事情發生了之後 已經徹底改變跟顛覆 既有產業價值鏈的分布 以及企業精英者的思考邏輯 全球科技產業跟貿易競賽的新舉 也因此而展開 如此 對夾在兩牆之間的台灣業者來講呢 如何俊被更柔軟的身段 兩方同吃 或者是善用策略聯盟優勢 確保運運不會因為中美雙方的校正 而有所閃失 同時又得有更精準的眼界 進行全球投資佈局 已成為台灣廠商得修煉的新功課 同時還得加快腳步進行才行 也唯有如此 才有機會讓企業更適應保態 挑戰下一波的營運高峰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若有不同的看法或見解 也歡迎於留言區提出討論 新聞線外Offline News 看到 聽到 鎖定Digitize影音頻道 我是電視報王君毅